Decorberization 我想大家都聽得很多 這個趨勢來說 我相信在未來持續 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年都會是這個趨勢 香港在過往的三四十年 真是受惠了全球化是相當之大 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Super Connector 香港剛剛合縫其事 亦都是受惠中國的開放 而成為最終中國是一個世界工廠 我們就在世界工廠的門口 做這個推動全球化的角色 中美爭拗已經擴散到所有層面 無論在貿易、科技、金融、所謂金融戰爭 甚至雙方在軍事及其他合作 都幾乎全部是分隔的 香港作為一個Super Connector 在這個情況中絕對不是一個樂觀的情況 香港可否繼續成為Super Connector 我可以看到香港的Regional Headquarters 其實是有下跌趨勢的 另外一樣的 香港亦都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Healthy Under Investment 一個國家、一個地方、一個經濟要增長 一定要投資 但你看到香港來說 我們的R&D Spending 作為一個GDP的佔比 其實很低,只有17.6% 政治的形勢令到中西方分割 而在經濟能力上 中西方的確是可以自己獨立自主的情況之下 就會出現兩個很大分開的板塊 而中國的發展裏面 你可以說是自給自足 不過我們比較販賣的 就是Made in China Soul in China 我們香港就是Surfing China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自身的風險 我們的弱點在哪裏 我們的機會也在哪裏 我們一定要轉變我們現在的商業模特兒 因為我們的商業模特兒 一向都是一個Shyper Connector to the Western World 好了 現在香港 如果你是要保持一個Shyper Connector 你Connector到哪裏呢 你的電纜究竟是拆進中國 然後去亞洲 還是中國拆回中國 那麼香港如何進入中國的市場 去Surf China 這個是需要去思考的 有空的眼光 總共発車 在哪裏呢 看到我們 走了